幼教人才想要在地培训 现在有机会了 有鉴于宜兰县都没有 大专院校的幼教学系 为了促进在地学习 宜兰市公所 特别向教育部来争取经费 市长将冲淵远赴花莲 拜会东华大学 引进专业师资 未来将在宜兰市成立幼教专班 预计最快五月份 就可以开放招生报名 有鉴于去年幼教专班开课后 受到各界好评 尤其从中提升教保员的师资跟专业 所以宜兰市再度争取教育部经费 并由市长江冲淵来到花莲 请托东华大学 希望继续给予师资的协助 请这个东华大学 能够在第二学年继续来开班 这个也获得教育部的首肯 教育部也指定 要由这个师资 这个教学优异的东华大学团队 继续在宜兰来开班授课 所以这个对宜兰来讲 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今天在相关的这种要继续开课的 这一些磨合过程上面 也来请教造教掌 及我们东华大学的教学团队 我们会让宜兰的这些师资们 能够在最优质的这种 国立大学的教导之下 能够这个有获得最好的 这种专业的一个指导 取得专业的一个认证 对此东华大学校长赵涵杰表示 看到宜兰县有如此大的教育需求 不但肯定市长的用心 未来也会给予最大的资源益助 江市长又老远从宜兰 到东华大学来亲自过来 让我们非常非常感动 市长关心宜兰市的一些 这个教保员的训练 非常非常的用心 这令我非常佩服 因为他看到了一个很大的市场需求 我们合作办的这个班别 有两百多位报名录取了八十几位 市长跟我都受到非常大的压力 很多人都没有得不得齐门而入 所以我们会继续努力 今年今天市长来就是为明年新的班别 我们要继续更进一步的加强合作 这项幼教专班 预估在五月份开放报名 届时详细的招生资讯 将放在施工所还有东华大学网站 东华大学优质消学 新闻记者张立林采访报道 老师 大学传在三、四、三、十、「八、六、十七、八、六、六、十一、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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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六、十七、十七、三厘时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